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东奥跨业代线,我是肖内容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章,流动资产 首先我们来看目录 我们按照轻易的顺序,先给大家讲解历年经典大体回顾 在这儿呢,我们要讲四个不定向选择题 其次呢,我们再来学习同步强化练习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讲部分的单选、多选、判断和不定向选择题 那么我们要讲的题号,在这儿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历年经典大体回顾 其实所谓的这个大体就是不定向选择题 那么每年不定向选择题,它的初题思路和套路都是固定的 就是我在今年编写经理当中,我给大家提到过 我说一定是于头于尾和于身,还有印象吧 就是平时我在讲单选或多选的时候 也给大家渗透过这个思路,就是头、尾和中间 我说对于不定向选择题,我们一定要站在一定高度去俯视它 去看一下它的全貌 那么它的全貌就以这种形式来出现 你看一下,我们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 我说它要考题的话,一定是本着我说的三段论 头、尾和中间 那么头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会计领域当中,那就是期出了 如果是说期出某些账户啊,它要有余额 它就在这儿交代一下 当然,某些账户它没有余额,就算了,直接就跳过去了 这就是头 那么好,接下来呢,就是中间 所谓的中间不就是本期发生了哪些事吗? 发生了哪些事呢? 就是具体有哪些业务 它往往会以资料1、资料2、资料3、资料4来给到我们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独体看到的那个提干 所以你看,在这中间发生了哪些事呢? 同学们想,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无外乎就是这么几个阶段 取得时、持有时和出售时 我说取得时有三件事你需要给我把握 哪三件事? 母牛是母牛,小牛是小牛,村长是村长 还有印象吧 我说母牛就是咱们买的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本身 它本身值多少钱,我们以多少来入账 是不是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杠成本 如何去入账,对吧? 好,接下来,小牛呢? 就是母牛肚子里的那个牛宝宝 我们做应收项目 比如说应收股利或者是应收利息,对吧? 还有给村长的钱 给村长的钱,我们是寄到了投资收益里边 企业就是寄投资收益的借方,对吧? 另外,我们不仅是要支付一个什么手续费 还要支付一个增值税的金融税额 对不对? 所以说在取得时,就是这么几件事情呀 好,那么接下来,在持有期间呢? 我说在持有期间,有两类事情需要你关注 第一类事情呢,就是 我们在持有期间,这个母牛又怀了二牛了,对吧? 只要一说怀了二牛了,好,那就是投资收益呀 我们说,借应收股利带投资收益,对不对? 好,那么在持有期间,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母牛本身呀 它是胖了呢,还是瘦了呢? 如果是胖了的话,好,我们要调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吧? 如果是瘦了呢,我们就调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好,这是持有期间,有这么两类事儿 那么接下来,在出售的时候呢? 出售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差额是寄投资收益的 而且,在出售的时候,我们还要交一个增值税 叫做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那么那个增值税,我们是要记入投资收益的借方 其实也就是充减它,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综上所述 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它如果考核的话 发生哪些事儿呢? 无外乎就从这些事儿当中挑几个来考我们 往往呢,比如说它挑四个 就是一、二、三、四 分别以资料一、资料二、资料三、资料四 给到我们,这就是它的一个中间 这就是它给到我们的提干的主体部分 对吧? 好,接下来呢,它就开始问问题了 它的问问题就是 第一问,根据资料一找正确的选项 第二问,根据资料二找正确的选项 第三问,根据资料三选对的 第四问,根据资料四选对的 第五问,那就是尾了 其实就是落脚点 它的落脚点往往会落到哪呢? 会落到对报表项目的影响上 比如说,根据上述发生的所有经济业务 对利润表当中营业利润的影响是多少? 或者是对利润表当中利润总额的影响是多少? 对吧? 它会这么问 或者说,上述所有的经济业务 对资产负债表当中存货项目的影响金额是多少? 所以往往第五问,它就会落脚点落在这 你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们做的所有的不定向选择题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出题速度呀? 好,纵上所述呢 我在这就给大家提到了 我说不定向选择题,它一丁点都不难 那么你一定要站在全局去纵览一遍 它出题的思路和方向是什么? 它如何给到我们题目? 就是头、尾和中间一定是这三段论 一定是这三段论 头,有余额它就交代 没有余额拉倒略过 好,中间就是它会摘几件事情 给我们传承一个题杆 摘的这几件事情就会以资料 一、二、三、四来给到我们 接下来就会问问题 每个题都会有五小问 每一问基本上的思路就是 第一个根据资料一回答 第二个根据资料二回答 依此类推 那么第五问就是落脚点 它就会问 上述所有的业务 对某个项目的影响 就是对报表当中某个项目的影响 这就是它的落脚点 往往它会这么问 所以同学们来看 我们都已经猜透了出题人 它的命题规律和出题方向 你现在都知道方向了 知道它如何去挖坑考我们了 我认为 那么我们有地方师的去学习 这么几道不定向选择题 你就能够把这些分拿下来 明白了吧 好,所以对于不定向选择题 按照我这个三段类的原则 头,尾和中间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分析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就认为 不定向选择题 它就是五个单选或多选 没有任何难度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处这个不定向选择题 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去解决它 好吗 这是我先简单的说了下它的思路 那么接下来 我们用这个思路和方法 具体的应用到题目当中 好,先来看对于历年经典大题回复当中的第一道大题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它出题的思路是不是这个方向 这是历年的考题啊 它说 假公司是 增值税一般大事人 2021年发生有关金融资产业务录下 你本着我说的那个啊 头 尾和中间 头那就是七出 它七出干脆都没说 没说那就说明没有头呗 七出没有余额 对不对 紧接着就是中间了 中间发生了哪些事呢 它说2021年发生了如下业务 你看资料一 资料二 资料三 就给到了三件事 不就说明就发生了三件事吗 对吧 这是中间了 好 接下来就开始问问题了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面问题 哪些问题呢 第一问 根据资料一 下列入账价值是多少 根据资料一 又问了一问 下列长正确的 根据资料一和二 下面会计处理 照正确的 好 以此类推 第四问 根据资料一至资料三 下列会计处理 照正确的 好 第五问 同学们来看 落脚点咯 根据资料一至资料三 是不是所有的业务呀 下列各项当中 对营业利润 影响金额是多少 对吗 不就是说明 你上面所有的业务 对报表当中的某个项目 或者对某个指标 它的影响金额是多少 这就是它的落脚点 明白了吧 你看那出题的思路和方向 是不是就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站在全貌 先俯视一下这道题 一丁点也不难了 你就把它当成五个单选 或者是多选而已 对吧 仅此而已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别来给大家分析吧 好 还是本着我说的那个啊 头 尾 和中间 对吧 头那就是七初 有吗 没有啊 直接就跳过了 对不对 他就交代了一下 假公司是 僧子是一般那是人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中间了 中间呢 就是本期呗 所谓的本期 它是以年为单位的 那就是2021年呗 发生了哪些事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 有三件事 对不对 分别以资料一 资料二 资料三 给到我们 好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三件事难不难呢 都是我们平时给大家提到的 都可能以单选或多选来出现的 好 先来看第一件事情 那么第一件事情 它发生在2021年的2月5日 对吧 他说干嘛来着 以存出投资款 从二级市场 购入 以公司股票 并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 合算 购入股票 支付的价款是 1010万元 其中包含 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10万元 令支付交易费用2万元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增值税税额是 0.12万元 2月22日 收到以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10万元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第一件事 无外乎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我们买了点股票 对吧 买的这些股票当中 我说是取得18 这是有三个要点 你需要关注 哪三个要点 母牛是母牛 小牛是小牛 村长是村长 对吧 所以说第一部分 它全部考到了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 母牛到底是多少钱呢 你看 你支付了1010万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想 有多少要寄到母牛身上 其中有没有怀着小牛 有 他说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你说这10万 是不是那个小牛啊 我们应该做应收股利 对不对 那么剩余的多少 剩余的1000 我们才能够进入 交易性金融资产 横杠成本 说道理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另支付了交易费用2万 哦 这是另外支付的2万 这2万呢 那可是给村长的钱 给村长的 那叫做投资收益 放在借房 对吧 同时还要支付一个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0.12 对不对 他按6%来算的 是吧 那么如果是我们体现成分路来讲 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体现成分路 不就是说 好 母牛是母牛 母牛咱们入账了1000 对不对 交易性金融资产 横杠成本1000 小牛是小牛 小牛是应收股利 10 村长是村长 给村长的就是投资收益 放在借房是2 另外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是0.12 对吗 好 那么这些都得花钱呀 都是从我们存出投资款的那个账户当中拨走的 对吧 所以就是 带 其他货币资金 横杠 存出投资款 那么金额算出来就行了 哎 这不是咱们平时经常给大家强调的吗 你说这道题如果说拿出来当成单选题 你一点也不陌生吧 好 那么紧接着 到了2月22日收到已公司发生的 这个发放的现金股利10万 这说明什么 说明那个小牛出生了呀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拿回钱来了 那么拿回钱来了 应收股利就要减少了哦 其他货币资金横杠 存出投资款 时就要增加了 你说哪一步你没见过 你应该都见过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件事情 刚买来 对不对 买来之后 怀着小牛呢 过了几天 小牛就出生了 对吧 第一个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到了2月末 哦 来到了月底了 他说持有已公司的股票 公允价值是1030万元 我问你 这是在说明什么 这是在持有期间 我们要关注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有没有怀二牛 他没说 拉倒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关注一下 母牛本身是胖了呢 还是瘦了呢 同学们想 当初母牛刚买进来的时候 咱们入账 可是入了1000万 对吧 哦 现在到了2月末 它的公允价值变成了1030 很明显胖了胖了胖了多少 胖了30 这30怎么办 我们要调增呀 要调增功允价值变动损益 对吗 哦 我就明白了 那就是 但功允价值变动损益 调增30吧 同时呢 还要调增一个资产 借交易型救资产 横杠二级科目来解释说明 为什么调增它呢 哦 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 是不是30 你说第二个 这不是持有期间发生的哪些事情吗 好 这个应该也能理解吧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 又过了一个月 来到了3月31日 就是过了整整一个月啊 经过通过二级市场 出售所持有的 全部乙公司股票 实际取得价款是 1047.8万元 转让该股票应交的增值税额是 2.14万元 那么这不就是说 在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把这母牛卡 整个卖掉了吗 对不对 要卖掉的话 咱们怎么处理来着呀 同学们想下 那不就是说 我们那个差额要寄投资收益 且你要卖掉这个股票 还要交一个增值税 这道题很善良的告诉我们了 要交多少 2.14万 根本没让我们去计算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计算 你也得会 是不是 所以第三件事 不就是说要出售 这些交易性净资产吗 那么怎么出售来着 我记得曾经给大家画过折线图 我在这再给大家画一下折线图 我认为这个折线图 可能会更直观 同学们想 这个母牛刚买来都是 入账1000万 对吧 后来呢 曾经涨到过多少 1030 对不对 现在咱们又把它卖掉 卖掉走吧 卖掉是多少钱 1047.8 对吧 好 是不是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 那么我问你 从1000到1030的时候 这30咱们是寄到哪的 是不是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所益里边 好 现在从1030把它卖掉 卖成了1047.8万 那么好 这个差额 我们说要寄到哪里 那一定要寄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不就是在考你这个事吗 就是这个差额 它要寄到哪 要寄到投资收益 对吧 那么好 转让股票 要交增值税 也要寄投资收益 但是要寄投资收益的 借方 这2.14万元 这道题是不是在考核你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把墨迹给擦掉 那如果说体现成分路怎么办了 这 同学们来看一下 那我外乎就是 我们要把这股票给它卖掉 当然要把交易性基础资产 所有的科目都一并给它注销掉 怎么注销 原来是不是有个借方的成本在1000 对不对 好 在借方的1000 好 我要注销寄一个贷房 原来是不是有一个借方的公寓价值变动30 好 我要注销寄贷房 起了吧 那么这是我们把它注销了 起 第二步 得到钱呀 得到的是其他货币资金多少 1047.8 对吧 中间的差额 我说记什么 一定要关注 这不是那个吗 第二个阶段的那个差额 记投资收益17.8 是不是 好 第一个事我们把它卖掉 那么第二个事呢 卖掉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叫增值税 如果说要交增值税的话 怎么办 我们要记投资收益呀 放在借方表示投资收益的减少 2.14 对吧 但应交税费 为什么呢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2.14 明白了没有 所以你看这个事我用折线图也帮你体现了 那么用分路也帮你体现了 你应该就明白了吧 但是我想在这儿再追加疑问的就是 这2.14如何计算出来的 我认为你也要明白 对不对 但是这道题是直接给了就比较简单 好 给了三个资料 说明了三件事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会问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面问题 对吧 紧接着他就会问五个小题 每个小题 无外乎就是根据哪个资料 我们就找 啪杯 找到对应的资料来回答问题 就可以了 来看 第一题 根据资料一 下来各项当中 假公司购入乙公司股票 入账价值是多少 同学们回忆一下 我在这儿就不往前翻了啊 你拿着轻衣 你好翻 你就可以看一下 资料一是什么 不就是我买了点股票吗 对不对 现在他问入账价值是多少 就是在问那个母牛本身是多少 对吧 母牛的入账价值是多少来的 同学们 那无外乎就是我们支付了1010 但是这1010当中 含着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鼓励 是吧 这含着一个小牛呢 对不对 我们要把小牛给剔除掉 所以我说母牛是母牛 小牛是小牛 村长是村长呀 对不对 好 那么你看我们给母牛入账的是多少 1000呀 就是交易性金资产 很个成本1000 对吧 这是母牛 这是我们买股票 交易性金资产的入账价值是1000 好 同理呢 我说小牛入了多少 10啊 对不对 给村长了多少 2啊 对吧 那么总共支付了这么多钱 是不是 当然还支付了一个增值的金资产税 那现在他不就是问你这个数吗 母牛入账价值是多少 1000呗 所以就应该是C 同学们来看 假如我问你 把资料一给到你 直接就会这么问 这不是个单选题吗 你会吗 你肯定会 那我外公就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我经常会说啊 在这我稍微唠叨一句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基础给打牢 把每一个知识点 它背后的逻辑 底层的东西要弄明白 那么接下来考试 不管考什么 就相当于你对这个人认识的透透彻彻的 他无论换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披上 你都能够解决掉它 那么不定像选择题 无外乎换了一种形式 换了一个比较豪华的外衣 你就不要被他豪华的外表所迷惑了 其实很简单 它的本质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好这是第一问 咱们就解决了吧 好接下来第二问 他说还根据资料一 下来各项中 假公司收到现金鼓励的会计处理是什么 同学想 资料一当中 咱们买来的时候 我不说母牛肚子里有个小牛吗 过了几天 小牛立马就出生了 所以就是收到现金鼓励的时候 对吧 那收到现金鼓励 就是那个小牛出生呀 那就是应收鼓励就减少呗 其他货币资金就增加呗 是不是 这不很简单吗 小牛出生的事 你肯定会处理了 好 那么找哪个是正确的呀 他说贷应收鼓励十万 对吗 对呀 就是贷 借其他货币资金可母十万 对吗 就是借其他货币资金 C 贷投资收益有吗 没有吗 贷其他应收款对吗 也不对呀 所以这不就是A和B呀 同学们想 这东西放在单选题当中 这不是白给分吗 放在多选题当中 那就白给分了 对吧 你看如果放在不定要选的题当中 这第一题第二题 这就四分了 简直就是白简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二问了 紧接着第三问来看 他说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 下列各项中 二月末 假公司对持有乙公司股票 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处理 找正确的 资料一 就是咱们刚买了股票了 资料二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到了期末的时候 我说这个股票涨钱了 涨了多少 涨了三十 是不是我说这个母牛胖了三十 相当于 对吧 咱们怎么处理的 那胖了就要调增呀 调增哪 两步走 第一步先调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对吧 放在待放 第二步呢 我们也调增了一个资产 叫做交易性净资产 注意二级科目 来给我说明 公允价值变动 所带来的交易性净资产增加 对吧 多少 三十啊 因为当初我们入账的时候是一千 后来你变成了一千零三十 所以我要调增三十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他放在了第三文 那找吧 看ABCD哪个对位 他说A 借交易性净资产横杠 以公司股票横杠 公允价值变动二十 对吗 不是二十是三十 对吧 B 借交易性净资产横杠 以公司股票横杠成本二十八 这哪都不按哪了 更不对了 好 继续来看C 借交易性净资产横杠 以公司股票横杠成本 十七点八八 更不对了 D 借交易性净资产横杠 以公司股票横杠 公允价值变动多了多少 多了三十 同时也要调增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三十 对吗 好 同学们来看 松上所述 你说哪个对 当然就D对了呗 是吧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 那就找D 哎 第三问又得到了 又二分到什么了 对吧 到此为止六分了吧 所以我认为它倒不上 是吧 是第三问了 好 继续来看 第四问 它说 根据资料一 至资料三 下列各项中 三月三十一日 假公司出售 以公司股票 相关会计处理 照正确的 你想一下 资料一至资料三 哦 我们想想 那种资料一 是咱们刚买进来 资料二呢 母牛胖过 胖了三十 资料三 咱们就把它卖掉了 这道理吧 好 那么你回顾一下 整个过程 无外乎就这么点事呗 当我们在卖掉的时候 同学们来看一下 资料三在卖掉的时候 我给大家画过折线图 对不对 我再把折线图 给你展示一下 我认为会更直观 当初买的时候是 一千 对吧 叫交易型金融资产 横杆 成本一千 后来呢 它胖了 胖到多少 胖到一千零三十 是不是这个阶段 咱们是记录到了 公允价值变动损呀 后来又把它卖掉 卖成多少 零四十七点八 对不对 卖到这儿 我再给你联系一下 好 这个段 我们是记录投资收益 对吧 好 那么紧接着 我说又用分路的形式 给你展示了一下 首先把所有的交易型金融资产 都给我注销掉 横杆成本一千 横杆供应价值变动三十 都给我注销掉 放在盖房 好 借房增加 对吧 借房增加的什么呢 增加的是钱呀 我收到钱了 其他货币资金 横杆存出投资款 一千零四十七点八 中间的差额呢 我们说要寄投资收益 十七点八 同时呢 我还要交一个税呀 二点一四的增值税 对不对 好 就是借投资收益 二点一四 对吗 好 带应交税费 横杆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二点一四 是不是 所以你看第一到第三 无外乎就是最后 我们把它卖掉了 那你找吧 综上所述 你说哪个对 来看一下 A 代季交易型金融产 横杆 以公司股票 横杆 成本一千零一十万 对吗 不是呀 我们当初成本后面跟着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是一千 而不是一千零一十 是不是 B 借记其他货币资金 横杆 存出投资款 一千零四十七点八 对吗 对呀 我就是收到了这点钱 C 代公寓价值变中损益三十七点八 对吗 不对呀 我们是什么 投资收益 而且金额是十七点八 是不是 D 代记应交税费 横杆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二点一四万 对吗 对呀 我们就是要交什么增值税 而且是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二点一四 是道理吧 所以综上所述吧 我们来看一看 正确的 A不对 C不对 正确的就是B和D A 第四问我们也做完了 二分又纳入囊中了 好 这是前四问就行了 这个第四题就选B 那么接下来有的同学说 我每次做第五问我都得不了分 那么你想想 第五问无外乎就是 根据所有的经济业务 对报表当中某个项目的影响 或者说对某个指标的影响 你无外乎就把前面的事 你从头到尾给我捋一遍呗 对不对 所以说第五问 第五问并不是很难 关键是你把那个中间的逻辑 那个思路给捋顺了 现在他问你 根据资料一至资料三 对什么呢 对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是多少 营业利润 同学们想 不就是我说到的利润有三个指标 就是三顶帽子 他问的是那个小帽子 对吧 那小帽子 我说只有三个指标 他没有扣住 分别是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和所得税费用 这三个是不影响营业利润的 其他的损业类 通通会影响到营业利润 这道理吧 好我们就找一下 捋一遍 从资料一到资料三 我们捋一下啊 同学们想一下 资料一是个什么事 买 对不对 买什么 买股票 买股票的时候 同学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个投资收益是多少 是个借方的二啊 对 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资料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同学们来再想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资料一当中 还会收到了那个股利 对不对 就是那个小牛出生 没问题 这资料一就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投资收益 借方的二 其实在借方 我们就用负二来表示 我问你 投资收益会影响营业利润吗 当然会影响 它如果在借方 会导致营业利润是不是减少 哎 我就用负二来表示 好 第一个资料 咱们收完了 那么第二个资料呢 第二个资料 是不是到了二月末的时候 我说母牛本身 啪 胖了 胖了多少 胖了三十 是不是咱们这么做的来着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杆 公寓价值变动上升三十 但公寓价值变动 损益上升三十 哎 是不是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也会影响到营业利润呀 会 而且它是在贷方 贷方会导致营业利润增加 对吗 好 我就要加上三十 第二个资料 完了 接下来 第三个资料是干嘛来着 我们把它卖掉呀 要卖掉的时候呢 我说中间是不是有个差额 那个差额 咱们是不是寄投资收益 寄投资收益多少 17.8 而且是贷方吧 贷方的投资收益 会导致营业利润增加 我就加上17.8 没问题吧 好 紧接着呢 我们还要交一个增值税呀 就是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是不是咱们要记住投资收益 寄借方2.14 对吧 借方的2.14 说明投资收益会让营业利润减少呀 那么好 就是负2.14 也就是减2.14呗 是当理吧 所以同学们综上所述 我就把这个四个数一打包就写了呗 那至于得多少 你想负2加30 加17.8 减2.14 那一定是两位小数 小数点后面一定是两位数 而且尾号是个6 我根本就不用算 那么它就应该是B 43.66 对吧 因为你这减一个2.14 那肯定是小数点后面是两位 两位数前尾号还是个6 在考试当中我们有把握的话 我直接就把B写在这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有何而难 所以同学们来想啊 我们本着这个思路啊 就是不定向选择题 它的出地思路一定一定是我们经常给大家强调的 我说的这个三段论 于头于尾和于身 对吧 我今年还特意写在轻衣当中 在编栏当中 就是肖老师带你读题 给大家说到了 一定要本这个思路 你要站在一定高度去看这道题 直到它的全貌了 我认为你就不怕这样的题了 你首先不怕了 将来你就越来越喜欢做这样的题 明白了吧 所以就是头尾和中间 头就是七出 对吧 有你就说没有拉倒直接挑过 中间呢就是本期发生了哪些事呢 它会以资料一二三四来出现 每一个资料就是一件小事啊 这件小事不是咱平时学的那个基础的知识点吗 好 尾呢就是最后它的落脚点 它在第五问往往会落到 什么 上述所有的经济业务 对报表当中某个项目 或者是对某个指标 它的影响经营是多少 能理解 好 第一道答题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你看这就是历年真题 我认为不难吧 应该是不难的 好 第一道我们就说完了 那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再来看第二道答题 第二道答题 脑袋当中装着三段论 对吧 是头尾和中间 头就是七出咯 七出有吗 哎 有 他说 假企业 原材料科目余额是五百万 与原材料有关的存货跌价准备科目 无余额 2020年12月 该企业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 头 他说了有 而且是原材料这个账户当中有 对吧 那么有就有呗 放在这 那紧接着就是中间 中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他说 2020年12月份发生了下列业务 不就是中间吗 有哪些事呢 可号一 可号二 可号三 可号四 哦 发生了四件事 那么这四件事呢 紧接着就会问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对吧 回答哪些问题呢 五个小问题 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给我找正确的 第二个 根据资料二 给我找正确的 第三个 根据资料三 给我找正确的 第四个 根据七出资料一 至资料四 给我找正确的 好 接下来 该尾咯 尾就是落脚点了 它的落脚点 就是根据七出资料 资料一 至资料四 是不是根据 所有的经济业务呀 他说 相关的业务 对2020年12月份 营业利润的 影响金额是多少 你看一下 是不是他就把 上述所有的内容 给我们穿起来 这些事 对某个指标 或者某个项目 影响金额是多少呢 对不对 我说它的落脚点 往往就会落到了 对报表当中 某个项目 或者是某个指标的 影响是多少 起了 这是头 中间和尾 对吧 我们都分析清楚了 你看一下 整体来讲 它的一个宏观的全貌 是不是咱们给大家预测的 它的出体思路和方向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还看第二个题 首先我说头 有吗 有 这道题可是有头的 他说 原材料 起初 它是有500万的 起初预额的 其他的没有 对不对 而且呢 存货 第二准备 没有预额 这是头 你要记住 这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呢 就中间了 中间是指 20年的12月 发生哪些事呢 我们分别来看 它不是发生了四件事吗 我们一件事 一件事的来看 首先来看 第一件事 那就2号 就12月2日 对吧 12月2日 发生了个什么事呢 他说 购入一批原材料 加款是400万元 增值税 税额是52万元 材料已验收入库 供货方 代电运飞8万元 增值税 税额0.72万元 该业务已取得 全部增值税 专用发票 全部款项 尚未支付 哎 同学们来看 这不就是最最典型的一个购买业务吗 对不对 这要购买业务 我觉得咱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买什么 多什么 那当然要增加原材料 但是我们要寄到原材料身上去的是多少钱呢 当然 价款400要寄到原材料身上去 可是 我们对方 替我们垫付了一个运费 这运费 就是因为买原材料而发生的 所以说这8万块钱的运费 我当然也要寄到原材料身上去 所以400加8 那么好 就是408进入原材料 没问题吧 好 那么我们在购买过程当中 还要干嘛 要支付一个应交税费 横杠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是多少 52万 对吧 那么同学们想 52万这是一个增值税 但是我们在那个支付运费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支付了一个增值税 那个增值税是多少 是0.72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两个进项税额 我就打包合在一起 那是52.72万元 没问题吧 这些钱都没有支付呢 没有支付 那当然叫做应付账款咯 属于负债 对不对 负债增加 放在贷方 所以贷应付账款 460.72 没问题吧 所以你看这第一题 是最最常见的 我认为连单选题 就不会直接出它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它就放在什么 放在不定下选择题当中 来凑个数 当成了资料名 好 继续来看第二件事情 那么就到了25日了 第二件事情 发生在12月25号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 销售一批原材料 原来是买东西 现在要卖了 销售一批原材料 开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为50万元 增值税税额是6.5万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全部款项尚未收到 所售原材料的成本是30万 确认收入时 同时节转销售成本 我说什么来着 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销售业务 对吧 但是它卖的材料 如果说要卖材料的话 我们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叫做什么 其他业务收入 节转成本的时候 就叫做其他业务成本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最最典型的销售业务 如何去做来着呀 你想编制分路不就这么做吗 首先我们要确认收入 确认其他业务收入多少 50万呀 好就是50万 另外我们还要替国家收一个增值税的 销项税额对吧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是多少 6.5呀 但是钱没有收着 没有收着 那就是应收账款呗 56.5 我说在我们确认收入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一件事情 干嘛 节转成本呀 要节转成本 这个材料的本是多少 30万 所以就是由原材料 转到了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对不对 所以说 其他业务成本增加多少 30 你看到了吧 我们确认收入 节转成本 就是收入和成本 这是一对他们本着匹配性的原则 对不对 每次确认收入完毕之后 一定别忘了 节转成本 你说这道题 是不是也是最最常见的一道题了 好 这是第二个事情 分析完了 紧接着第三件事情 到了12月的31日 到了期末了 12月31日发生了个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 根据发料凭证汇总表的记录 除当月25日 因销售发出去的原材料成本之外 咱们刚才说了 不是咱们卖了一批原材料吗 对不对 卖了多少 咱们本呢 是30 卖到了50万 对不对 好 除了卖掉的这一批之外 当月还耗用了原材料 这是我们自己用了 用了多少 418万 其中都是谁用了呢 他说 生产车间生产产品用了400 我问你 产品要用了 寄到哪 寄到生产成本当中 对吧 车间管理部门用了10万 车间的管理部门要用了 寄到哪 寄到制造费用 销售机构用了6万 寄到哪 销售费用 行政管理部门用了2万 寄到哪 管理费用 你说这个哪一问你不懂呀 你应该都懂到现在 对吧 好 那么如果体现成分路 那就是接生产成分400 制造费用10 销售费用6 管理费用2 但原材料 总共减少了418 是不是 这不是第三问 也分析清楚了 好 继续来看第四件事情 仍然是在12月31日这一天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他说 该企业 原材料及其生产的产品 发生减值 原材料 预计可变现净值为450万元 那么同学们俩看 在我们初级考试当中 一涉及到可变现净值 他很可能就要考核我们存货的期末计量 也就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 哪个低我们要用哪个 对吧 那么所以他有可能就要考核我们 哦 要不要计题 跌加准备呀 应该计题多少呢 它是这个考核方向 好 现在呢 可变现净值450 这是告诉我们了 已知了 那么成本是多少呢 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得知道成本是多少 可变现相比较 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多少跌价 从而来集体跌价准备 是不是这个出题方向和考核思路呀 那么我们就来捋一下 它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站在原材料的角度来看一下啊 首先 头儿 同学们想一下 是不是最开始有一个期出余额啊 我说 原材料的期出余额 是不是有个500 好 接下来头儿有了 那么中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捋 首先 资料一 同学们想一下 是不是咱们买了一批原材料呀 买了一批原材料 我们把原材料的入账是入了多少 408呀 对不对 好 我就得把这408加上 那么接下来 你再想资料二发生了个什么事呢 不是咱们卖了一批原材料吗 这要卖了一批原材料呢 我说 我们要把原材料同时截赚成本 那个卖出去的原材料的本是多少 是不是30 所以我们把原材料是不是当初截转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那么就是代方的原材料减少一个30 对吧 好 这30我就要减除它 那么紧接着 在第三件事情又发生了个什么呢 不仅卖了一批原材料 咱们自己还领用来着 你还记得吗 我们怎么领用的呢 我说生产产品领用了400 对不对 车间领用了10 销售部门领用了6 管理部门领用了2 总归原材料一共领用了多少 418 是不是放在了代方 好 那么我们就把418给减了 那么到了最后 也就是到了期末 你说我的原材料还剩多少呢 还剩460 哎 这不就是它的成本吗 对不对 成本有了是460 我们得出来了 那么好 成本是460 但是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是450 我说什么来着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数低 谁低就要用谁 很明显就要用它呀 说明我们要把成本给它调减 调到450去 那么如何去调减呢 我们就要记题10万的跌价准备 对吧 怎么去记题 那好 即资产减值损失 要增加10 但存货跌价准备增加10 是不是道理 哎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增加这个10呢 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你看我们最开始 存货跌准备是0 是没有期术余额的 对不对 好 最开始是0 是没有的 现在呢 我们要求你保持10 因为你确确实实 要发生了减值了 对不对 发生了跌价了 我们要保持10 那么好 原来是0 要求你保持10 你说你应该给我记题多少 就是记题10啊 缺多少 题多少 是不是道理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以后你做的题多了 熟悉了 一看到这个资料 你就立马能够意识到 它要考你哪个角度 哪个方向 所以你想 你都知道它未来的命题走向了 我认为你就不怕了 对不对 做这种 这种题 我们就完全能够驾驭得了 好 这四件事情 我们就分析完了 那紧接着 他说根据上述资料 回答下面问题 那么来看吧 那么首先第一个 他说 根据资料1 下列各项当中 假企业购入原材料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资料1是什么 是不是咱们买了一批材料啊 买了一批材料 我们支付的价款是400 另外我们还为他支付了一个运费是8万 所以说我们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408 当然我们还支付了增值值的进项税额 对不对 两个税额总共加起来 那是52.72 这个咱们前面说到了 所以根据资料1 这点钱没有付 那叫做什么呢 应付账款是负债 表示增加 对吗 好 资料1不就是这个吗 他现在问我们原材料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那好 你说是多少 408呗 所以应该选择B选项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分路 我又展示了一下啊 借原材料增加 对不对 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进项税额 放在借方啊 那么代应付账款 表示负债的增加 是不是 好 第一个选择B 所以我说这个题 你说如果放成单选题 那我觉得手到擒擒 对不对 好 好来看第二题 他说根据资料2 下列各项当中 假企业销售原材料的会计处理 找正确的 同学们帮我回忆一下 我就不往前翻了 资料2是个什么事来着 资料2就是咱们卖了一批原材料 你还记得吧 原材料的本是多少来着 是30万 咱们卖的价格是多少 是50万 对不对 所以我说好 确认收入 这50万就叫做 其他业务收入 截赚成本 这30万就叫做 什么 其他业务成本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你看 回忆一下 是不是这个事 当我们把它卖出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卖原材料 那是副业 副业的话 好 其他业务收入增加50 应交税费 增值税的销项 6.5万 好 钱没有收到 那就是应收账款 即借方增加56.5 那么我说 一旦确认收入 必须给我同时 节转成本 对不对 它所对应的成本 就叫其他业务成本 那么好 原材料减少30 对不对 好 其他业务成本增加30 OK了 好 这是一对吧 对不对 这不是根据资料2 我们应该找的这个事吗 所以你一回想 哦 资料2就是卖材料来着 本是30 咱们卖到了50万 不就是这个事吗 来找ABCD 选哪个是正确的 来看A 节转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30 代原材料30 对吗 不对呀 我们卖的材料 材料是减少没问题 可是我们要把它转到哪里去 其他业务成本 而不是主营业务成本 对吗 A就错了 B 确认收入时 借应收账款 代其他业务收入5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像税额6.5 那么应收账款是56.5 对吗 对呀 我们要卖原材料的时候 那收入叫做其他业务收入 对不对 钱没有收到 那就要应收账款 好 B是正确的 来看C 节转成本时 我们要把原材料转到哪里 其他业务成本 好 原材料减少30 其他业务成本增加30 完全正确 对吧 D确认收入时 借应收账款 代主营业务收入 对吗 不是啊 我们要卖原材料 那叫做其他业务收入 对不对 后面跟着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小项税额6.5 对吧 D就错了 所以综上所述来看 B和C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 那选正确的呗 B和C 你看 这道题我认为也不是很难了 好 这是第二题 好 继续来看 第三题 根据资料3 下列各项中 假企业发出原材料的会计处理 找正确的 资料3是个什么事 不就是说 咱们卖了一批原材料 之外 我们还领用 或者是发出了一批原材料 对不对 都有谁领用来着呢 本着受益原则 我说谁领用了 我就记在谁的头上去 你产品领用我的了 那么好 我就记到生产成本 自版 对吧 你车间领用了 我就记到制造费用 你销售部门领用了 我就记销售费用 管理部分领用了 我就记管理费用 总归我原材料又减少了个418 是不是道理 好 你回过头来来看 ABCD 你说哪个对 A 借销售费用6 对吧 是啊 销售部门我就领用了6啊 是不是 A正确 B 借管理费用12万元 对吗 不是呀 管理部门只领用了2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2万不是12万 C 借记生产成本400万 对吗 对啊 D 代记原材料418万 是吗 是啊 原材料我们就少了418 好 那总装所述 哪个对呢 A C C D 这三个 好 那么接下来呢 第四个 他说根据七出资料 资料1至资料4 下来各项当中 假企业 原材料 简直的快去处理 找正确的 其实我在分析资料的时候呢 我已经把它分析到位了 对不对 同学回忆一下啊 七出我们原材料 是有多少余额来着 是有一个500的余额 对吧 好 紧接着资料1到资料4 分别又有哪些事呢 我们稍微再捋一下啊 首先七出 我说原材料 是有一个500的余额来着 好 那么紧接着资料1 是不是咱买了一批原材料 对吧 买了一批原材料 那是多少 408 我们入账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紧接着呢 还有一个事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是卖了一批原材料 卖的是多少呢 是不是卖出去的 那个本是30万呀 那么减了30 后来呢 我们企业内部呢 又领用了一些原材料 是不是总共领用了418 对吧 好 那么要再减一个418 最后我说 它的账面余额是460 你还记得吗 而且呢 在资料4当中 又告诉我们了 说预计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是450 很明显呢 它要跌价了 跌了多少呢 跌了10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460的成本 给它调减 调到450 怎么去调呢 我们就编一个这样的分路 是不是要计题 跌价准备呀 对不对 要计题跌价准备 计题多少呢 这个10是怎么出来的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说存货跌准备最开始是0 没有的 对不对 那么后面呢 我们说要求它保持多少 要求它保持10 因为它确实是从460 我们要调到450 也就是发生跌价了10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你保持10 你有多少 0 那么好 你现在就给我提10 缺多少提多少 是当理吧 所以就是 基业资产解质损失10 带存活跌价准备10 好 前面我已经分析了 在这又说了一遍 那么我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拿出来 同学们俩看一下 ABCD选哪个 对吧 A 借记原材料2 对吧 我们说 在我们整个处理过程当中 原材料是多少来着 原材料 那咱们算出来是期初的 加上本期发了一系列事情 到最后原材料的账面余额是460 对不对 那么它的可编净值是450 它发生多少跌价10 所以是借原材料2吗 不是 错了 B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2 对吗 不是啊 对于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才叫信用减值损失 而对于存货的跌价准备 我们叫资产减值损失 对吧 好 C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10万 对吗 完全正确 D 带存货跌业准备10 对吗 完全正确 所以这道题选什么 C和D 这两个 好吧 这是第四题 好 再来看最后一问咯 他说 根据七出资料 资料1至资料4 下列各项当中 假企业原材料相关业务 对2020年12月份 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是什么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尾就是落脚点 它落脚点最后落到哪 就是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它对某个指标或者报表当中某个项目 它的影响金额是多少 那么不就是又再问我们营业利润 同学们想 那三顶帽子当中这是那小帽子 对不对 小帽子只有三个没有扣住 就是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所有的水费用 只有它们三个不影响营业利润 那么其他的损益类的 大部分都会影响营业利润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就捋一下呗 所以我说啊 对于最后一问 就是把所有的业务 咱们再回过头来放电影式的放一遍 你就想想吧 我们首先最开始 原材料呢 它是有一个七出余额500 对不对 好 紧接着同学们来看一下 第一问 也就是资料1 买了一批原材料 买的这批原材料当中 有没有设计到损益类的科目 会影响到营业利润呢 没有啊 那都是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 代应付账款 这都是资产负债的 没有 对不对 所以第一问 不设计 也就是资料1 没有 好 紧接着同学们来看 资料2 资料2当中 咱们是不是卖材料来着 卖材料 咱们是不是确认过一个收入 叫其他业务收入 我问你 其他业务收入 这50你说影响营业利润吗 当然影响 它是要进入到营业收入里边的 对不对 但是你别忘了 在这个资料2当中 我们还截转成本来着 对不对 要截转成本 是不是有个其他业务成本是多少 是30 你说它影响营业利润吗 当然也影响 它是要进入营业成本的 是不是会导致营业利润减少呀 对不对 好 那么是一个收入50 再减去一个成本30 对吧 就是其他业务成本30 好 那么其他业务收入50 减其他业务成本30 这是两个资料分析完了 紧急着我问你 在资料3当中 是不是还有个事呢 资料3干嘛 我们是不是领用了一些材料呀 领用材料当中 是不是有些是 进入到了损业利润的 首先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这影响营业利润吗 当然不影响 他们是成本类的科目 它不影响 我们制造损业类 损业类还有谁呢 哎 销售费用6 影响营业利润 对吧 这属于三大期间费用当中的 管理费用2 1也影响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再减一个6 再减一个2 没问题吧 好 这是第三个资料 那么紧急着第四个资料 同学们想一下 是干嘛来着 不就是说嘛 成本是多少来着 我们算出来是460 可是预计的什么呢 可变现净值是450 所以说我们说 发生了跌价准备了 我们要计题 计题多少呢 计题10 这一计题10 是不是有个 借资产减值损失时 代存货跌价准备时啊 那么你想资产减值损失 它是一个损益类的科目 影响营业利润吗 当然影响 而且它在界方 是会使什么 营业利润减少 所以要再减去个10 以此类推 你看你把我圈起来的 这几个数 都给它打包合在一起 那么打包在一起 那就是个2 所以说影响营业利润的是多少 那这2应该选择A选项 明白了吧 好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综合上所述 第二道答题 我们也就说完了 所以你看 其实还是本着 我曾经说的那个原则 什么 头 尾 和中间 对吧 头那就是七出 有余额 它就说 没有余额就拉倒 好 中间这是大头 对不对 这中间是它的主体啊 是它的主体 主体呢 它就会说 发生了几件事情呢 1 2 3 4 就发生了这四件事情 或者五件事情 仅此而言 每一件事情 你就认为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单选 或者是多选 进入了吧 那紧接着 它告诉你中间的这些资料之后 就开始问问题了 一般来讲 每个问题就针对相应的资料来问你 你就把它认为 就是一个单选 或者一个多选 好 最后这个落脚点 就是第五问 第五问呢 往往就会问到 前面所有的业务 对某个指标 或某个项目 是如何影响的呢 你就把所有的业务 给我捋一遍 就可以了 能清楚 好 这是第二个 我就说到这儿了 有的人说 我听着能听懂 但是我下来了之后呢 又自己不会做了 好 你只要能够听懂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和开端 那么接下来呢 你就要自己把它内部消化一下 消化完毕之后呢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你再作为一个分数的产出 所以说只要你听懂就可以 那么后续呢 多练一练就行了 好吧 但是我所谓的多练 不是要求大家去搞题海战术啊 一定要知道这个点 我们要考核的什么 我们要站在一定高度 去看这个不定向选择题 清楚了啊